李平脸色铁青的质问周天启 刚才对李瑞云做了什么事 周天启头低低的不敢直视李平 小声的说他以为又来一个欺负老婆的人 才会故意装恶鬼的样子去吓人 李平顿时火山爆发 快步的离开房间 周天启慌慌张张的对李瑞云磕头道歉 说他不是有意的 请李瑞云原谅他 不然他会死得很惨 然后又对施文启跟施仲昆求老 请他们帮帮他 李瑞云和施文启对这突发的状况 感到一脸茫然 正想问清楚时 就见李平拿着一根藤条 狠狠的往周天启身上打去 周天启痛的发出惨力的声音 其余三人被这画面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这世上的事千奇百怪 可能打鬼的事还是第一次看到 若不是亲眼所见 讲给别人听 谁会信啊 于是施仲昆上前抢过藤条 对李平说 再这样打下去 他会魂飞魄散的 并偷偷的观察藤条 李平大口的喘气 努力的平复自己的情绪 看着周天启身上 一条又一条血红色的伤痕 他又于心不忍的蹲下身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子 转开瓶盖 往周天启身上倒去 说也奇怪 那灰色的粉末落在周天启的伤口上 伤口竟开始慢慢愈合起来 周天启面目猙獰的表情 也渐渐的舒缓下来 李平难过的说 以前再怎么生气 也不会打周天启 这还是第一次 问他痛不痛 周天启忍着痛 说自己皮厚不痛 问李平还气吗 还气的话就打他 打到他把气出完为止 李平听完一番苦笑 手停留在周天启的脸颊旁 周天启的手也停在李平的手上 李平说他一直以来都知道 只要有人欺负他 周天启就会带着小鬼 去报复对方 替他出气 所以他从来不会指责周天启做错 只是这次周天启真的做错了 因为李瑞颖是个善良的孩子 周天启不应该欺负他的 于是周天启频频的道歉 说是自己做事太鲁莽了 都是自己的错 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老婆的话 然后又对李瑞颖鞠躬道歉 接着一人一鬼说起甜蜜的情话 施文奇还处于惊讶时 李瑞颖却悄悄地捏他的手臂一下 施文奇痛得回神 问李瑞颖为什么捏他 李瑞颖回自己不是在做梦吧 这到底是 找不到词语来形容这个画面 施文奇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见过那么多鬼 那么多事情 也没见过这么怪异的事 该怎么说呢 就是电影版的人鬼恋 真实地在眼前发生 他们两人还懵里懵懂 施仲坤很不适向地说 原来这藤条被下了法术 怪不得人能打鬼 还给治疗鬼的药 看来是遇到高人指点 施文奇翻白眼的说 施仲坤很不会看场合 怪不得一把年纪 还娶不到老婆 被施文奇这样吐槽 施仲坤有些不好意思 取笑施仲坤后 施文奇突然想起什么 转头看李瑞颖 手指向周天琪 问李瑞颖看得见他 李瑞颖说看得见 并且窗外还有很多一团团不同颜色的气体 有灰色的有白色的 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这个回答着实而让施文奇大吃一惊 李瑞颖怎么会看得见鬼 回想起施仲坤刚刚的反应 他反问施仲坤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施仲坤答是在李瑞颖倒在地上时 他就看到周天琪了 也猜想到李瑞颖是看见鬼了 不 是终于见到鬼了 施文奇问施仲坤是什么意思 施仲坤面有蓝色的回 在古籍里记载 绝月出生的人 命格特殊 不受三界的庇护与束缚 任其自身的命格 在三界里自身致灭 成能必受苦难 沉默天自灭 成鬼 明界亦不容 照李瑞颖的命格 他应该从小与鬼相伴 变成人不忍 鬼非鬼的样子 可他没有 他身上还有另一股力量存在 不知道是不是这股力量 改变了他原先的命数 听完施仲坤的话 李瑞颖惨白了一张脸 原来他看到的气体 及眼前的 都是鬼 他居然是能看见鬼 施文请见李瑞颖安静的下海 马上安慰他不要想太多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是自己决定要成为怎样的人 管他什么命格命数 见到鬼就见到悲 反正鬼也就那几样 熟悉后就不会害怕了 以后他和叔叔 就是李瑞颖的保护罩 用人带離天 录至于录像的 招 hair 就像谷子 靠近了 你 就像谷子 别人